推广苗栗休闲农业西湖乡农会抓住游客拍照打卡的喜爱 不仅将供销部重新改造成农村社区小铺 建筑设计更是别出心裁 采用白色系的巴洛克清新风格 特产文旦以及诱花意象融入装潢 还贴心准备拍照道具 让游客称作是西湖小白宫 西湖乡依旧线道近来多了一道风景 简约设计带着巴洛克清新风格的建筑 被游客称作是小白宫 原来是西湖乡农会供销部 改造成为农村社区小铺 我一请了知名的设计师 来跟我们内部的工作同仁讨论之后 把原来的场域改变 也希望我们这个农村社区小铺 不论是外观也好 内部的农村产品的充实也好 希望它能够成为我们西湖乡 那么另外一个非常耀眼的一个亮点 西湖农会赤资300万元 去年围请专业团队 为休闲农业良心设计 不论是建筑外观或者是内部的装潢 大胆采用白色系 以在地的农产文旦树又花装点 我们的这个色系是采白色的 所以其实是有被俗称说是我们的西湖小白宫 所以才会准备这么浪漫的道具给大家 对对对 那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树嘛 今天有点像树下乘梁的感觉 然后在下面我们就会有花啊 可以让你们拍照啊 就会有点完美的感觉 抓住游客喜爱拍照 贴心准备小道具 更网罗了苗栗县十八乡镇市农会的 优质农特产品 再搭配不同主题的促销 打造好拍又好买的西湖小白宫